哈喽,大家好,我是Sophia 那今天我其实是想去逛一下那个生松 离我们家还有一点远 今天主要是带大家去看一看有哪些物品是我们家常年回购的 一进门左边就是所有的蛋类 右边就是各种品种的糖类 红糖、白糖、细糖、冰糖 这边买的最多的是炒菜的冰糖,还有细砂糖 装带的小的鸡蛋也是经常买的 干的腐竹条和腐竹结也是一道不错的菜 炖汤、凉拌都好吃 和肉一起红烧着吃也是极不错的 这边的各种调味料都找得到 这款蛋黄酱是我们家常备的 炒什么都好吃 喜欢吃辣的饱子们一定不能错过的无敌辣椒酱 这里的黄豆酱和甜面酱也是常买的 强烈推荐这款六壁枝的芝麻酱 喜欢吃热干面的碧眼入汗 最好吃的芝麻酱 没有之一 昆布和紫菜也是可以买的 绝对是快速出汤必备的 我们家的调味料都是买的这种大瓶装的 性价比算是非常高了 这种干货也是我们家经常买的 这里的面粉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机的、无机的 然而3000克的面粉也是只有在这里看到过 喜欢吃面食的家庭完全可以购买 生松的药品区也是我必逛的地方 每次都会带上一两样 这边的咳嗽药就有很多品种可以选 这次我又买了一盒窗口贴和一瓶Woods的儿童咳嗽药 每次都会有特价的冷冻海鲜 这款饺子真的好吃 性价比超高的水果 这里的蔬菜也算是目前比较便宜的 海鲜也算新鲜 有时也会有特价 冷冻鱼和虾滑也是我经常买的 不一会儿我的购物车也已经满了 也可以去二楼逛逛 这电梯间的零食 有时也会有好吃价格也很美丽的 这款零食西梅和西梅汁也是我们家必备的 这种西梅没有热量 西梅汁也是致便秘的凉饮了 这里是我见过牙膏品牌非常奇的地方 这个tuna罐头是我们家必备的 我们家老大非常喜欢 我经常会把这个鱼罐头放进三明治里 孩子们喜欢吃 营养也得到了保证 这款味道不错 热量也很低 没有任何腥味 这里有很多中国的零食 偶尔馋的时候 也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味蕾 PoPo这款小型饼干 是我们家娃娃们喜欢吃的 这种大的包装会便宜很多 他们最喜欢吃的 还是这种像轮胎的黏饼 每次都会买好几袋 这款黄色的包装性价比是最高的 好了 宝子们 今天就到这边吧 今天花费197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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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